花贝和借贝是蚂蚁旗下最赚钱的两大业务 但这两块业务所引起的争议和风险 随着规模变大而放大 如今 花贝正式拿入央行征信系统 借贝也将紧随其后 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完胜长的时代过去了 9月22日 蚂蚁集团旗下业务 花贝公布了正在接入央行征信系统的消息 不同意接入的用户将被停止使用花贝的服务 今天上午 该话题瞬间爆了 冲上热搜第一 有5亿用户的花贝 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嫌弃关注热潮 尽管这个消息从去年就开始有传言 但不少后之后觉得用户惊叹 原来花贝一直没有接入征信 不过 更多的花贝用户关系的是 接入央行征信系统之后 向花贝借款是否还能这么简单 即便每月正常换款 过于频繁的借款揭露 是否会影响银行对用户的征信判定 花贝自2015年上线以来 最初的想法是为双十亿的支付高峰动地 让用户的支付行为可以快速平滑地进行 但结果是花贝做成了有5亿用户的小额贷款产品 也成为了蚂蚁集团最正前的产品之一 而如今 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小额贷款业务遭到争执 花贝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不顾金融风险 野蛮生长的时代过去了 一切都要朝着合规和正规划的方向前进 授权书显示 在获得用户授权的基础上 根据其获得的具体授信额度来源 用户的征信信息会由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或是提供授信额度的银行等机构作为报送主体 纳入征信系统 授权书核心内容有两条 第一 同意被授权人向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查询 使用本人的信用信息和信用报告 第二 同意被授权人将本人在使用授权业务中 提交和产生的基本信息 信用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 罪行或委托重庆蚂蚁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报送至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及其他依法设立的个人征信机构 据了解 用户同意授权升级花贝服务后 其基本信息 花贝额度以及还款情况 将会以阅读为单位上报央行征信系统 用户如何得知是否接入征信呢 在花贝我的相关合同及产品说明顽目中 若页面出现个人征信查询 报送授权书 的用户会接入征信 而仅有花贝用户服务合同 芝麻服务协议 与产品说明的用户则未接入征信 专家表示 一旦花贝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意味着个人用户在花贝的借款和逾期违约信息 将进入央行征信系统 若有违约 逾期等行为会对用户未来的大额贷款如房贷 车贷产生影响 不过 在不逾期的情况下 对于用户来说不会受任何影响 今早时时许 花贝方面澄清表示 正常使用花贝 保持良好的使用 还款习惯 不会导致贷款困难 根据花贝方面的数据显示 99%以上的花贝用户 都有良好的使用记录 花贝在公开信中建议用户继续保持科学 理性的使用习惯 量入为初 合理使用信贷工具 按照正信工作要求 当前花贝象征信系统报送的相关记录 包括账户开明日期 受限额度 额度使用计划款情况等 在频次上 花贝记录按约汇总 不会单笔报送 也不会上报具体的消费信息 公开信息显示 蚂蚁肖金公司于6月3日 获得银保金会批股开业 成为持牌金融机构 花贝也纳入蚂蚁肖金公司 是和其他持牌金融机构一样 将用户相关信贷信息 报送至央行征信系统 关于个人信用报告 您了解多少